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仁坤正在指导大坝混凝土施工中的系统保温工作 作为一名工程师 王仁坤在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 参与设计建造了20余座水电站 而在近10年的时间里 他完成了关键技术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西洛杜水电站 霸高305米的仅平一级水电站 和抗震等级高的大港山水电站 为解决我国西南用电 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做出了卓越贡献 2024年1月19日 王仁坤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的荣誉称号 那么王仁坤是如何从一名村里娃成长为我国特高拱霸设计领域的技术带头人和领军人物的呢 当王仁坤在大江大河上描画出一张张宏伟蓝图时 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 1962年 王仁坤出生于四川省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祖辈世代物能为生 生活非常拮据 小时候家里挺穷的 弟兄姊妹多 我是长兄 为了供我读书 那真是全家人从牙红里挤出来一点钱 1979年 我考上了华东水利学院 也就是现在的河海大学 当时啊 对于从未走出过大山的我来说 想到上大学学水利 今后可以到祖国的大江大河上去看一看 心里啊 铁本高兴 1986年 王仁坤硕士毕业 由于西部地区汇集了我国大部分水能资源 又兼致有着建设家乡的理想 王仁坤选择进入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工作 当时的成都院正在设计我国当时最大的水电项目 二滩水电站 拱坝高240米 也是我国首座突破200米大关的高坝工程 全国上下从来没有建造过如此规模的水电站 与之相匹配的方法 手段 标准 经验 都近乎于零 因而特别引入了外国专家 协助我方进行技术咨询 王仁坤刚进入成都院 便有幸参与其中 原本是件极其幸运的事 没想到很快 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摆在了他的眼前 当时啊 设计师主任 给我爆来了一大堆计算成果资料 并跟我说 小王啊 这是二滩拱坝 控制性坐标的计算成果 涉及到大坝基础开弯和分离图胶主 可千万处不得错呀 这一大堆计算机 计算出来的成果资料 都是计算机计算的 我们的老同志啊 不懂计算机 你年轻 这个任务啊 就交给你来交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即便是初级的台式计算机 对于成都院的老员工来说 也很生疏 王仁坤在学校学习过计算机知识 在师父们的眼中 计算机这种高科技得出的数据结果校对 只有他能搞定 于是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王仁坤的头上 当时我看着这一大堆资料 脑袋都懵了 为什么要校对 如何校对 当我都明白了这个校对的内容以后 发现如果用他们 用老师计算机来计算 逐条校对的话 工作量太大了 如果我一个人来做 估计一年也不一定搞得完了 于是我就想 能不能令脾气筋 重新编个程序 用现在新的计算机 重新算一遍 如果两者一对 完全一致 不就相互验证了吗 在此之前 王仁坤很少有机会 能真正摸到计算机 而此时 他却决定要自己尝试编写代码 想要完成这一挑战 他只有肯书本 下苦工这一条路可走 达丁主义以后 我就加班加点 甚至熬夜 查资料 学编程 诶 整腾了一段时间 这程序我还真把它编出来了 怀着不安与期待 王仁坤把二滩水电站的参数 一点点输入进去 当计算数值 慢慢地在屏幕上显示出来时 他兴奋地发现 自己的计算结果 与原有的一大堆报告上的数据 完全一致 从那以后 特高拱霸的数据验算 对于成都院来说 再也不是难题 在这期间 王仁坤还努力攻克了语言障碍 与外方专家积极交流探讨技术 逐渐赢得了外国专家 对中国团队的认可 当时外国专家 看我们的眼光 好像看小学生似的 因为我们对这么高霸的 一些问题的认识 就是有些吃不透 需要请教人家 但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逐渐逐渐地变得平起平坐了 甚至这个霸有些技术问题 他就觉得就按你们那个思路 这样做下去也是可行的 所以我们逐渐逐渐到了最后 一些技术问题 也引导了人家 对我们一个充分的肯定 有了二滩水电站的成功经验 1991年 工作才五年的王仁坤 便担当起了 金沙江西洛渡水电站的 副设计总工程师 初单重任 自然是躊躇满志 希望大显身手 但经过实地考察后 他却发现 西洛渡大坝的设计难度 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 蓝河大坝高285.5米 属于300米级特高拱坝 这意味着设计建造 西洛渡大坝 面临新的技术突破 阿尔兰拱坝高 是240米 而西洛渡拱坝 比阿尔兰还要高50米 是属于300米级提高拱坝 他所承受的水推力 几乎是阿尔兰的2倍多 300米级提高拱坝 涉及到数百个参数 每一个参数的改变 都会影响到拱坝的体型 你比如说 拱坝这样一个水平拱圈的曲线 采用什么线形 它的厚度怎么个变化 中间到两端怎么变化 再加上西洛渡 位于金沙江的下游 设计泄洪流量很大 泄洪压力也大 需要霸生 开始更多的泄洪空口 在水推力作用下 包括地震作用下 这个大坝的安全控制 如何保障 这些对石器 对300米级提高坝的石器 都是一个心理挑战 所以我们在充分总结 二行拱坝 设计技术的基础之上 在联合国内 优势科研队伍 共同合作 开展研究 多手段的认证 多尺度的判断 最后建立 建立形成了一套 300米级提高拱坝 设计方法体系 以安全控制的成套技术 西洛渡水电站 设计泄洪流量 高达5万立方米每秒 从泄洪孔流出来的水流 通常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稍不注意 就会对大坝 以及下游河道 造成不利的冲击影响 这些水流能量 要如何消除 对泄洪设施的布置 我们采取分散泄洪 分区消冷 暗需防复的策略 最终确定 西洛渡的泄洪设施 主要有两大类组成 一类是坝山空口泄洪 也就是我们在坝的顶部 设置了七个表孔 坝的中间部位区 设置了八个中孔 第二类呢 是由岸边的泄洪洞 我们有意识地布置了 左右两个南 两两对冲除流 碰撞 跌入火床的中间区 所以我们在 坤口泄洪的下游 也就是坝的下部 设置了一个水电坛 水流在里面呢 充分角度 能量消散 它在流入下游 就对火床影响 就没多少 那么时间这么一切 来看的话呢 效果非常好 王仁坤又接到在金沙江上游 山上远眺 通过观察水流走向和两岸山体特征 选定了这里作为建坝地点 选定了坝质之后 坝型的选择就成了重中之重 从坝质条件看 混凝土重力坝 堆石坝 混凝土拱坝 三种坝型都是可行的 其中 重力坝投资最多 水流的超载能力也不如拱坝 堆石坝属当地材料坝 投资略低一点 但石料需求量大 要开挖一大片山地 对环境影响较大 拱坝结构最复杂 设计难度最大 但抵御超标准洪水风险的能力最强 三种坝型各有优缺点 因此从2006年的前期策划 直到2012年的可行性研究 坝型一直定不下来 意见无法统一 最后还是王仁坤一锤定音 野坝的坝子 核骨狭窄 鸡眼罗路 液体质地也好 是建设拱坝的一个好坝子 只要我们处理好 两岸中山部生息和液体 这个坝安全是有保障的 同时它的开发范围小 对环境的影响也小 总工程量也少 尽管投资略比堆石坝高那么一点点 但对整个工程效益没有影响 两者都相当 所以最后我们决定选择 混凝土工吧 坝型的问题确定下来之后 王仁坤带领团队认真辨析 坝基掩体条件 结果发现 坝子岸坡中上部 存在深泻核带掩体 所谓深泻核带掩体 指的是老化破坏较为严重 裂隙松弛 相对较差的掩体 经过无数次的勘探和现场研判 勘察团队基本确定了深泻核带掩体的分布情况 而这种情况给王仁坤团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如果这个深泻核带呀 在我建基面的附近 我们就连同大坝基础开挖 一同把它挖裂了 不就对了吗 恰恰这个深泻核带呀 它在我与设计的建基面一里一 有三十米左右 对大坝基础的存在 看华都有一定的影响 那最简单的处理办法的话 那一起把它挖掉 也就是说把深泻核带及其外部的研体都挖掉 那安全是当然是有保证的 可是工程量增加很大 投资增加于三十个亿 参照以往经验 团队里多数人建议 全部挖掉深泻核带及其外部研体 加深拱坝建基面 而王仁坤经过对计算结果的分析 最终决策 加强对深泻核带的灌浆处理和局部洞挖置换处理 拱坝建基面 至于深泻核带外侧的紧密研体上是可行的 如果深泻核带研体的裂系呀 紧松弛 有缝线 那我们就采取打孔灌浆的办法进行处理 也就是先打个孔 穿到这些缝血的液体 再用水泥浆液呀填充缝血 如果这个深泻核带情况很差 有软弱物质 整个带的液体的强度啊 很低 容易变形 那我们就要打个洞进去 把它挖掉 再充填混泥土 从现场施工情况来看 这个设计处理方案 是科学 2022年 巩坝基础开挖全部完成 深泻核带的局部开挖置换处理 和大量固结灌浆处理 也在有序实施 经专家检查验收 建基面开挖和地基处理合格 叶巴滩巩坝地基深泻核带的处理与利用 大大减少了巩坝建基面嵌入深度 节约了工程投资近30亿元 对特高拱坝合理建基面的研究 又是一个新的案例拓展 地质问题圆满解决 恶劣的气候条件也来给施工添乱 在青藏高原地区的露天大体级混凝土施工 冬季一般都存在漫长的冬邪期 通常接近四个月 这是因为坝体外部的高寒环境 与混凝土内部的高温存在着巨大温差 混凝土会非常容易开裂 然而根据国家电力建设安排 叶巴滩水电站必须全年不间断施工 因此如何在冬季气温变化大的时候 确保已胶住混凝土的内外温度一致 就成了重中之重 既然国家有部署 进度有要求 质量还必须保证 再大的困难我们也得想办法去解决 通过我们团队的深入研究 针对高原气候 拱八混凝土施工 我们提出了一个内空外保 长久保温的温空设计理念 这个设计思路首先是尽可能选择白天适宜的气温时段 采用薄层胶住法施工混凝土 舱面采用暖风机等综合蓄热手段 营造正温的胶住环境 一旦胶住完成 立即喷涂聚氨纸 覆盖保温被 横凤面贴合式保护 洞口封闭等将混凝土保护起来 在混凝土内部 因为刚刚胶住的混凝土还会发热升温 就要通过埋设的塑料通水管和智能温控系统调节流量和水温 实现均匀可控降温 减小混凝土内部与外部的温差 最后考虑到居安值在高原强子外线之下容易老化 后期外部加设防老化层实现永久保温 在这样的保障措施下 2022年11月到2023年2月的四个月冬季里 大坝胶住混凝土方量近20万立方米 未出现一条温度裂缝 创造了在高寒区冬天建造混凝土大坝的奇迹 除了在工程施工中创下了诸多奇迹之外 叶巴滩工程对于当地环境的改善也是巨大的 我们在设计之初就提出了 融入环境的防暴设计理念 有系统的设计方法、措施、内容 比如说边坡开荒既要保证边坡安全 同时进行边坡植被等 给予了一条温度裂编码 同时进行边坡开荒既下 除了几个人坡 区监装 写中 照片 几个人坡 写中 写中 几个人坡 诪中 写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